今日,郑凯妻子苗苗在个人社交平台晒出了在豪宅内拍摄的日常动态 一家三口共同享受休闲时光的画面,温馨有爱 不仅让人感叹他们生活的美满甜蜜 郑凯在视频中完全是女儿奴的状态 只见他左手紧紧将小酸奶抱在怀中 右手则拿着特制的梳子为女儿梳头 还表示小孩子多梳头会长头发 从郑凯的侧脸都能感觉到她的认真 只见她的眼神紧盯着女儿头顶 嘴角微微向下撇 小心翼翼的模样异常帅气 值得注意的是郑凯在女儿飞速爬到水果面前后 便学着女儿的样子双膝跪地任劳任怨地为小酸奶服务 郑凯把水果放在手中 小酸奶低下头伸着小手去哪 两人互动的画面格外有爱 郑凯见小酸奶已经吃完了车离子 便将手伸到她嘴边让小酸奶把河吐出来 郑凯紧张到弯腰低头紧盯着小酸奶的嘴巴 生怕她一不小心将河吞咽下去 不过小酸奶也十分配合地吐了出来 可见她从小便是个乖巧懂事的女孩 郑凯看着女儿听话的可爱模样 忍不住爬在地上娶亲女儿 这高难度的动作也不难看出 郑凯想要亲吻女儿表达爱意的内心 小酸奶则被沉重的父爱重击到歪了身子 不过从她趴在桌面上的小手 也能看出她对水果的执着 小酸奶和妈妈苗苗在一起的模样 则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苗苗光着脚打帮休闲地坐在女儿旁边 陪小酸奶学习小儿知识 从苗苗生前摆满幼儿图书的小书架 不难看出 郑凯夫妻对于小酸奶教育的重视 想必小酸奶长到后肯定是位学霸 一岁多的小酸奶已经会体贴地照顾妈妈了 只见她左手拿着比自己还大的汤勺 右手拿起能把她手完全遮住的毛巾递给苗苗 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叫着妈妈 软闷的小奶音让人忍不住地喜爱 郑凯则坐在旁边逗女儿说 觉得还吃的话就点点头 小酸奶听到爸爸的声音后开始不停地点头 小小的身子也跟着头部共同晃动 连带手中的大汤勺都左右晃动了起来 白白嫩嫩的奶娃子坐在椅子上摇头晃脑的模样 十分惹人疼爱 郑凯和苗苗的独处时光则处处冒着粉红泡泡 两人吃米线时 郑凯猛缩一口后表示 这是吃米线时的灵魂所在 还穿着苗苗也是事 不过苗苗应怕呛到自己 而皱着秀气的眉拒绝尝试 在看到郑凯狂缩粉时 还贴心地让他注意不要被呛到 还递出了纸巾 郑凯和苗苗当时结婚后 并不被外界所看好 认为两人奉子成婚的感情并不能长久 但如今他们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两人感情的可贵 可见时间是检验感情的最好标准 不会是520 魏晨和大学女友公布结婚 不愧是521 郑凯和苗苗领证了 郑凯结婚其实早有苗头 你想啊 本期跑男开始录制时 郑凯已经胖过了从前的乘客 男人一结婚就心腹肥 这话没错 郑凯苗苗其人 咋一看并没有交集 但其实他们合作了陆川的电影 七四九局 七四九局是陆川早就琢磨着 摇拍的一个超自然电影 时间设计在2030年 讲述七四九局第三小队的战士们 应对巨大灾难时发生的故事 而郑凯在其中饰演七四九局局长 苗苗其可能是王军凯一角的姐姐 想必有很多英雄救美 美救英雄 灾难面前信仰第一 爱情第二的桥段了 因为连郑凯拍完最后一场戏 都没有看过电影完整的剧本 李梦说导演给了一句台词 他演了一个月 郑凯苗苗大概就是在这部电影里结缘的 19年6月的电影发布会上 郑凯介绍自己角色时 苗苗在一旁笑得满面春风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你一见你就笑的人不是傻子 可能就是喜欢你 接着两人从19年7月开始被路人偶遇 8月份就被媒体派到深夜密室晚 同回公寓 今年3月被派到去一案做产检 郑凯和苗苗的官宣照里 也有一张像是在暗示怀孕的 不过凤子成婚 对于明星来说也不是西汉市了 两人的结婚照比起简单的红底照 还是有心意的多 郑凯在人们印象里是奔跑巴里的小猎豹 综艺刚好一辟成名 苗苗是芳华里的缝女郎 经历过7年的文工团生涯 因为过硬的舞蹈功底 拿到了何小平一角 但其实两人都是有点反差感的人 在张一谋的电影影里 郑凯的表现将综艺感尽数喜去 前期是个整日恋刺万事求和的配王 既草包有荒唐 后期露出真容个性反转 其实心中沙发果断清晰极了 逼合奏 反间计杀朝成无一不回 她身上唯一的破绽 是妹妹死在了自己的算计之外 在综艺和演戏之间 毕业于上戏的真凯 是有一片新气的 是留给演员的 而苗苗传说里 缝女郎们总是整起斗烟 但私下里的她却显得格外甜软 新月四方话里 主持人问她 如果有看透人心的超能力 你要不要 她连忙点头 要 因为我看人特别不准 容易被人骗 钟楚西说 那你经常被骗吗 她点点头 是啊 从五千个舞者里选出的缝女郎 也有这样的小白花时刻 这道很像电影里的何小平 两人相互了解的过程中 想必也会对方外表下的另一面吸引吧 爱情讲究缘分 婚姻 摇砍何事 郑凯和苗苗一个34岁 一个32岁 他们其实也都到了可以安下心组建家庭的年纪 郑凯参加过一档综艺 在其中表达了很多自己的婚恋观 比如年轻时她觉得朋友就是朋友 恋人就是恋人 分得很清楚 不会存在刚开始是朋友 后来变成恋人的关系 但她现在觉得 有时候喜欢是一种冲动 但婚姻需要聊得来 而苗苗从文工团到成为演员的梦想 坚持了十年 芳华是她梦想的小结 他们都碰到了彼此愿意结婚生子 走入家庭的契机 近日 郑凯妻子苗苗 在某社交平台晒出了一组放风家庭合照 随即郑凯转发 受到了网友们的祝福 郑凯妻子 罕见地晒出了一家三口的合体照 招聘中的苗苗身穿白色的上衣 酷炫的马丁靴 配上一目了然的大长腿 活脱脱一个二十来岁的青春靓丽的小姑娘 身材活辣 一点也不像一个孩子的妈妈 新生的爸爸妈妈 领上洋溢的灿烂的笑容 实打实的是为了 刚加入大家庭的小生命到来的开心 宝宝软门可爱 爸妈英俊美丽 令人厌信的一家 不少网友在看到照片后 表达了对郑凯家庭的祝福 也希望在即将结束的一年 沾沾喜气 从祝福当中就可以看到 粉丝和网友们对郑凯和苗苗女儿 所表达出来的满满的爱意 希望宝贝可以健健康康 快快乐乐的长大 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不少网友还表示 感觉还停留在郑凯官宣长女的那一天 还记得郑凯在采访中宣布苗苗长女时说 特别感谢我的太太 她非常的辛苦 希望大家给她一点时间好好地休息 并开玩笑地说 自己马上就要挣奶粉钱了 字里行间都是对女儿和苗苗的喜爱 两个人低调的恋爱 其实直接跳过公开宣布恋爱 直接跨越到结婚 反而让他们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和鼓励 苗苗和郑凯是非常优秀的人 不仅在业务能力上 还有对家庭对责任感的当当中 希望两个人能够在家庭当中和谐美满 在婚姻当中幸福甜蜜越来越好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